先把第一個字切出來判斷 我們先判斷第一個字 再來的話第二個就是判斷他是不是在那個 48到57之間 也就是他是不是數字 那判斷的方法我是用isl來判斷 如果是的話 那就給 大於48 是不是在這個之間 那就是 如果他回來的數字 應該是 大於 為數 那要算出他幾個 就是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由這個地方去 判斷說他有幾個大 這邊是應該是小於判斷 那所以是 應該是大於47 大於47的話有可能是48 然後小於 小於 小於這個58就是57 就是9 然後判斷出來往下填滿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我們可以得到 他到底 是 第一個字是不是數字 如果是的話呢 那就是 像這個1不是 就是0 表示沒有 OK 那如果是1表示是那個數字的話 那就回 return是1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當然我們分開來做 第一個如果說我今天要得到一個數字 那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用插入 也是一樣 利用那個 剛剛的這個公式好了 直接把 這個公式複製起來 然後取消一下 在這個地方我直接做貼上 那前面再加個等號好了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呢 我可以在這個 最後的結果 return回來 判斷是不是 他是不是在某一個範圍呢 比如說我要48 到57 48到50 應該48 數字的話是應該48 到57之間 那我可以讓他大於47就算了 然後小於58 也說在這個區間啦 OK 那我們可以用連擊的方式 從這邊往下 一直到 這邊往上 應該是交集 他就會得到一個 這個這個區域的話 那表示他是一個數字 那如果利用這樣的 觀念來做那個 判斷的話 第一個當然你可以 大於 這個47 答案是不是為處 打勾一下 OK為處 那如果說你要轉換成 最後的結果 把它轉換成那個 一個 數字的話 你可以在外面加個刮弧 先加個刮弧 再來乘上什麼 把那個結果乘上那個 我們下一個判斷 那這個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後面去 那這個地方 這個方向就把它 反過來 變成 58 小於58 也就是說呢 第一個條件跟第二個條件 我們讓他相乘 那乘完之後的話呢 記得就是說 我打勾之後呢 他履震回來 兩個相乘 這個處 這個是不是大於4處 那是不是小58 不是 一定要兩個都 完成為處 他才會是數字 就是 就是說他一定要是 介於47 跟58之間 如果不是的話 像這個 第二個條件 不為處的話 那 這個處 在以SEO裡面為 就是把它當成 1來看待 那如果乘上什麼呢 乘上0 1乘上0 結果是多少 那就是0嘛 對不對 那如果兩個 假設像這個啦 這個等於它是49 49是不是介於這個跟這個之間 是嘛 所以他這個第一個是為1嘛 第二個是不是為1 是 所以1乘1的話呢 那回來應該就1啦 也就告訴你說 第一個字 它是 數字 OK 那我們當然就 漸進來做啦 OK 可是問題 你把它打勾之後 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之後的話 那我可以得到什麼 得到 就是說呢 它裡面 到底有 第一個字是不是數字 可是問題 我需要做什麼 連續的 連續的判斷的話 那如果連續的判斷 你要必須怎麼樣 把裡面 往後 可是特別注意喔 我們現在 MID的這個地方 是只有抓第1個字 但是以後呢 如果你希望呢 它一直往後面抓 你需要在 在那個 這個 ECL裡面呢 需要給它一個正列 什麼要叫正列 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需要抓第1個字 抓第2個字 第3第4第5 對不對 那 可是問題喔 我也不知道說到底底下 總共有幾個字啦 所以一般性是這樣 先給個大瓜糊 然後 怎麼給它一個正列呢 1 然後呢 豆點 2 豆點3 豆點5 那當然你可以多幾個啦 因為底下呢 長度喔 可能會超過 可能有些會超過8個啦 有些可能 那我們就給它8個好了 也許你就豆點 6 豆點7 豆點8 假如是這樣的 那所謂的正列 就是說你先給它一個區間 也就是說呢 剛剛字串你切第1個 那你之後 後面的話 那你就講 在這邊先加個正列 好 那加個正列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貼到後面來 但是喔 它這個時候會幫你 從第1個 做到 最後面1個 可是你需要按 Ctrl Shift 加Enter Ctrl Shift 加Enter 外面會幫你做個大瓜糊 不過 它Return回來的數字 有可能是1 有可能是0 那你要全部把它加起來 所以你外面還需要再包一個 什麼呢 包一個加總 就是把它里面 Return回來的值 再利用那個sum 就是加總 幫你把它全部加裝起來 這樣就可以得到 我們要的數字了 所以這裡我想各位 這個地方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做什麼呢 判斷 首字 是否為 是否 是 第一個字 是不是 為那個數字 那等一下再來看 就是說 那其他的字 是不是為數字 那我們可以藉由這樣的方式 可以得到 這個 最後的答案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我希望判斷 它是不是在 這個範圍之間的話 那我可以在外面再包一個 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那如果說我要判斷呢 是不是在這個之間 如果是的話呢 那我就給 1 就表示說 他 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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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那個字是數字 反之的話就 就 給0 所以我邏輯判斷裡面有一個if ifl的這個判斷 那我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那如果他為 tru的話 那return回來 會是 呃 會會是 1 就是其實就是tru tru tru tru在 那個 呃 這個exel裡面 它是把它當成1 OK 那反之的話 我們回來的詞就給0 OK 那你會發現呢 他就幫你return回來 這個這個這個結果 其實return回來 他會是一個什麼 一個正列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裡面也給他一個正列 所以呢 他return回來也會是一個正列 也就是告訴我什麼 後面幾個字 都不是 都不是數字 都不是數字 如果不是數字的話就0 如果是數字的話 那就是 是數字的話就給1 所以上下填 OK 那我們完成第1階段了 不過 這個地方呢 他當然 回來很多 像這個應該 OK 我們看一下 這個 插入函數 你會發現 他裡面 回來只有1 可是你會發現 後面其實不止 他其實還有幫你判斷其他的 因為我給他的是一個正列 所以他回來 假設給他8個 他也會給我8個 但是呢 我這個時候為什麼沒有顯示出來 因為 一般公式 一個格子只能做一件事情 你不能往下做 他沒有辦法像那個 VBA裡面有回圈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要有回圈的概念的話 在那個 資料編輯列有個 慣用的快速鍵 叫 Ctrl Shift加Enter 這個就是一個 什麼呢 正列 正列 所謂的正列 你後面沒做完的事情 他會全部幫你做完 然後Return回來 是一個正列的結果 等於是有點像什麼呢 資料編輯列裡面 跑VBA 回圈的道理是一樣的 可是 這個對一般來理解 不太容易 但是 如果你會用的話 那以後你也可以 很多地方是不寫 可以不用寫VBA也可以做到 OK 那 但至於好不好用 就看個人 我是覺得 我用的還是有點不太習慣 我寧可寫VBA 還是比較 便捷一點 但每個人用法不一樣 因為有些人還蠻喜歡 蠻喜歡用正列的 OK 那我們要怎麼樣讓他 其他的數字呢 也全部幫我加總起來 所以要特別注意 我需要讓他加總起來的話 第一個 再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的話 應該是複製就可以了 不用剪下來 因為我等一下 是要把它 先複製一下 把這個 這個公式複製 外面再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上 所以插入的時候 你可以再加上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數學 數學三角裡面的 那個上函數 那我需要怎麼樣 他幫我把裡面的資料 全部通通加總 所以我把它再貼到 把剛的公式有沒有 貼到這裡面來 幫我加總這些後面的這個正列 按確定 不過你會發現 我讓他全部加總 像是要填滿 奇怪了 這邊底下的 第一個 它裡面沒有數字 可是底下這個 它有數字 有三個 可是它為什麼 只有顯示一個 很簡單 因為我們沒有跑正列 那正列跟非正列 有什麼差別 關鍵在哪裡呢 特別注意 實際上 就是我們剛剛 打勾 就是只執行一次 但如果你要執行很多次的話 特別注意 關鍵就是不要打勾 按什麼呢 Ctrl Shift 加Enter 特別注意 Ctrl Shift加Enter 那也會有什麼差別呢 打勾是沒有大瓜糊出現 但是如果你Ctrl Shift加Enter之後 請你注意一下 在那個什麼 公式的外面呢 會多一個大瓜糊 這個大瓜糊意思就是說 後面沒做完的 請你全部幫我做完 那剛好裡面會對應一個正列 什麼意思 這個正列就是MID 去抓 後面的幾個字 因為有八個字 可是它只有五個字 反正它抓到五個字 後面 三個字抓就抓不到 反正回來一定是沒有東西 它可能還是會幫你跑完 只是回來東西還是零 OK 那會有什麼結果差別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是一個正列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底下的話 也是會是正列 OK 放開 有沒有發現 三個 有沒有抓到了 四個 八個 其他都沒有 有沒有發現 OK 所以 這一題 最關鍵的 我不知道各位以前有沒有用過正列 以前有用過正列的同學舉下手嗎 沒有 哇 這個東西這麼重要 居然沒有人用過 因為很多人 也搞不清 那實際上簡單講 這個所謂的正列 就是在 資料編輯列 會執行有點回圈的那個動作啦 也就是說你資料編輯列只有一行嘛 那以前 也只能執行一個動作 可是如果你以後 要執行 多個動作的話 就是重複 不過前提是你必須多一個東西喔 就是在你這個公式裡面 一定要有一個正列 像這個我是在哪裡 在 切字串的地方 需要 給一個範圍 那加總的時候 它 只要是加上什麼 Ctrl Shift 加Enter 它就會幫你把裡面有的正列 去做重複完成的動作 那這個地方有點像我們跑VBA裡面的Fore回圈 那只是說呢 把那個Fore回圈 寫到這裡面 那多什麼事情 多 第一個 你告訴它範圍 第二個 執行的時候 就是你不要打勾公式 打勾 它只會執行一次 就是多一個 Ctrl Shift 加Enter 那結果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呢 它會自己幫你加上大瓜糊 OK 那你這個大瓜糊不要自己打啦 因為大瓜糊自己打 最後結果好像也不會執行 一定要記得是 Ctrl Shift 加Enter OK 有沒有想到這這麼重要 居然沒有人用過這個東西 那當然 你也想說 老師那以後是不是學這個之後就可以不要學VBA了 嗯 但我也不覺得啦 因為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也沒有更好用 我是覺得VBA的彈性會比較大 而且VBA呢 不需要說很多東西 都一定要在 塞在這一行裡面 全部完成 所以等一下我會講 你如果不用正列 你用VBA 你可不可以做完 可以啊 有沒有更厲害呢 我是覺得更方便 因為我們最後做完之後 假如說我要把它改成VBA的話 其實呢 我只要做一個什麼 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 假設我今天 插入一個函數裡面 我可以自用 自訂一個什麼呢 數字 個數 函數 我只要給一個 一個資料 叫原始資料好了 按確定 向下填滿 全部就完成了 OK 那這個是什麼 是VBA做的 不過前提是你要把什麼 剛剛有一個什麼 數字 函數 什麼數字 個數函數寫出來 那後面就很簡單了 有沒有 不然的話 你像剛剛這樣子 還要分階段 其實你當然也可以一次做完 這是因為我怕你們會不懂 所以我就分階段 來完成 那當然 比起來的話 我就覺得VBA會 簡潔許多 OK 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的動作 特別注意 就是 這個地方 如果說有一些細節 你講我沒記到 沒關係 請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 就是 OK 這個有同學 OK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 一個一個 那特別注意我剛剛是多 再增加一個什麼 IFL 然後後面會有一個 如果為True的時候 把這個輸出 如果為False的話 輸出0 外面再包一個上 那不過特別注意 差別在哪裡呢 我多了一個什麼 陣列 那如果你要讓那個陣列執行的話 記得呢 Ctrl Shift加Enter 試試看好了 那做完當然你也可以 再去把那個 非數字 個數 一個是數字 一個是非數字 也可以做出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